过程中还差点被儿子的尿刺到脸上 小女孩把凯奇当成了外星人 问凯奇 他父亲去了哪里 喜不喜欢小孩 会不会泡巧克力牛奶 还要凯奇答应别绑架他和弟弟 凯奇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也就将错就错 说他只是暂时来体验生活的 小女孩的父亲很快就能回来 随后凯奇在小女孩的指示下 把儿子送到托儿所 再送女儿去了幼儿园 小女孩特地嘱咐凯奇 一定要在五点半前来接他 因为小朋友都不喜欢最后一个走 凯奇还在小女孩的口中得知 自己是个轮胎销售员 那家店也是玛丽的父亲托付给凯奇的 周末陪老夫孩子逛商场的时候 凯奇一眼相中了套西装想要买走 玛丽虽然觉得丈夫穿这套西装很帅 但他们这种家庭实在消费不起2400的高价商品 凯奇可没受过这样的截止 他认为现在过的生活太苦了 一大早就被狗填醒 然后送小孩拼命工作8小时 下班还要接孩子遛狗 甚至还要哄小孩换尿布 睡6小时起来再继续重复昨天的事情 就连买套西装靠劳自己都不能实现 凯奇责怪玛丽当时没让她去伦敦实习 她本来有大好的前途 成为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玛丽感到莫名其妙 生气着说 如果你觉得昂过的西装能提升生活的满意度 那就买吧 大不了从孩子的教育基金里拨款就是 回家的路上 凯奇向玛丽道了歉 他只是不懂自己怎么会这么没出息 玛丽安慰道 至少他们在纽约的那段日子过得很开心 可是那种地方不适合孩子成长 而且玛丽的父亲也患有心脏病 不能再照顾店里 所以他们才会搬到这座安静祥和的小镇生活 之后 凯奇和朋友打保龄球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对她爱慕已久的女邻居 花心的凯奇双快地接受了女邻居抛出了爱意 她满面红光 自豪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朋友 但朋友却感到不可思议 以前的凯奇都是劝朋友 珍惜眼前人杜绝婚爱情的 况且 玛丽可是全阵男人都迷恋的对象 晚上回家 凯奇翻出了给玛丽庆祝生日时的录像带 里边的自己深情宽宽 眼神中满是爱意 可以说是令大多女人羡慕的标准好男人 看着看着 凯奇被录像里的自己感动到了 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油然而生 她慢慢接受了这种甜蜜而又平淡的生活 这天是凯奇和玛丽的结婚纪念日 凯奇收到妻子特地准备的高仿西服 但是凯奇并不知道今天的日子 这让一脸期待的玛丽伤了心 女儿告诉凯奇 父亲每年都会为母亲做一件特别的事情 于是擅长把妹的凯奇立马有了思路 她带玛丽去了城里的高档餐厅 熟练地点了一些食物 考虑到自己现在是个穷光蛋 凯奇又把刚才点的82年的酒 换成了便宜的红葡萄酒 而后凯奇非常浪漫地邀请玛丽跳了一支舞 看着如此美丽的妻子 凯奇才察觉到 其实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爱着玛丽 这段难忘的日子 让她感受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幸福 这天 凯奇意外看到了从前的董事长 她抓住机会以三寸制舌及独到的见解 让董事长对她刮目相看 就这样凯奇为自己赢得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她来到公司 借助对现任总经理和董事长的了解 说服了董事长留她在这里工作 担任主管一职 并且董事长还给凯奇提供了相当豪华的住处 直到她找到新房子钱都可以免费住在这里 凯奇告诉玛丽 她要加入金融圈一展包袱 很快他们就能过上人人羡慕的美好生活 而且还可以送孩子去年全国最棒的私立学校 然而玛丽却不能接受 她不想女儿离开喜欢的学校 也不想搬出温先的家 并且玛丽认为 他们现在的生活已经足够让人羡慕了 回到小镇的家后 玛丽对凯奇说 她本以为他们会在这里白头偕老 或者你更甜我之不得浪漫生活 但如果凯奇真的想要那份工作 她也会带着孩子离开唯一的家 凯奇搬到哪儿 她就跟去哪儿 因为她爱着凯奇 所以她愿意迁就妥协 话都说到这种地步了 凯奇也不愿看到妻子难过 和工作相比 她选择了心爱的家人 隔日早上 凯奇被女儿在雪地里嬉闹 玩得很开心 女儿骑在凯奇身上说 她就知道父亲一定会回来的 晚上 女儿拨响了黑人送给凯奇的铃铛 凯奇的体验人生也要就此结束了 去商店买盐的时候 凯奇遇到了正在当社运员的黑人 凯奇明白 时间到了 她极力拒绝 不想失去现在美好的生活 但黑人却说 体验本来就是暂时的事情 过了今晚 凯奇就必须回到原来的人生 回到家 凯奇最后抚摸了儿子 亲吻了女儿 告别了妻子 还遛了狗 今晚也像平安夜一样下起了大雪 不过物是人非 如今的凯奇 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凯奇 这晚凯奇没有睡觉 她坐在对面 目不转睛地盯着玛丽 怕一闭眼就再也见不到了 可看着看着 凯奇还是睡着了 再次醒来 她已经回到了自己 曾经洋洋得意 被万人羡慕的生活中 但却又一次陷入失落之中 昨日的一切 就像黄粱一梦 转眼成空 她还是原来的她 没有妻子 没有儿女 更没有本该属于自己的爱情 现在的凯奇 玩如脱胎换骨 对送上门的美女视若无睹 当她知道今天是圣诞节 便立刻加持来到了那座小镇 房子还是那栋房子 但里边的主人却另有其人 来到公司 凯奇仍然是总经理 等着她的依旧是枯燥无味的工作 出差途中 凯奇突然想起 平安夜的时候 秘书告知过她 玛丽的助理曾打了电话 让她联系玛丽 于是凯奇当即推掉工作 吩咐司机掉头去了玛丽家里 此刻 站在凯奇面前的玛丽 事业有成 名花无主 那她马上就要搬去巴黎的分公司定居 叫凯奇前来 是要把凯奇送给她的旧东西还回去 玛丽很忙 没有多余的时间陪凯奇聊天 随便喊喧喧了几句 就直接送客了 凯奇心里很难受 她回家翻译着 送送给玛丽的东西 不仅百感交集 思绪良久 凯奇决定追回自己的爱情 如果这次错过了 就真的永远错过了 凯奇赶到机场 及时喊住了正在检票的玛丽 玛丽以为凯奇心里愧疚 便劝她不必担心 虽然她曾经很难过 但过去了这么久 早就走出来了 看着玛丽转身离开 凯奇不知该如何是好 抽搐片刻 凯奇对不远处的玛丽 大声讲起了她这段时间 经历的美好时光 可爱的女儿 聪明的儿子 田园般的幸福生活 房子很乱 但那是他们的窝 再还122次贷款 就完全属于他们自己了 玛丽细心听着凯奇描述了画面 固有的把自己也带入其中 因为呢 就是她曾梦想过无数次的生活 凯奇对玛丽告白了 她想和心爱的女人长相厮守 而玛丽早在13年前就这么想了 影片最后 仍然在机场咖啡坝 畅聊至深夜 窗外大雪纷飞 而这一对恋人的命运 自13年前在机场被改变后 将在13年后的这一晚 再次在机场被改变 事业有成 人前显赫 与生活平淡 家庭幸福 你会如何选择呢 最后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